位于西津 唯一格鲁传承的瑟拉式分院 立众院 处立于西壤的繁忙街道上 二十几位僧众 秉持着利益众生的愿力 将法轮转动于人心之中 2007年1月9日 海涛法师抵达立众院 受到身众们最诚挚的欢迎 且于大殿中 与生众一起进行 马头冥王的修法 晚上在立众院前举行慈悲诗时 共同诵念献称 密唱的火供诗时一归 山本来喔 南无沙瓦地乳 山本来山本来喔 南无沙瓦地乳 南无沙瓦佛与 登大亿都与 大自道 沙瓦沙瓦 本来沙瓦 本来沙瓦沙瓦 沙瓦 南无沙瓦佛与 慈悲超越语言 仪式 海涛法师 以及立众院生众 透过同样的心念 愿力 将佛陀的教言 立以众生 新年快乐 摩托阿弥陀佛 好 祝各位新年快乐 身心自在 断烦恼 基辅报 阿弥陀佛 2007年1月13日 海涛法师在 瑟拉市上请邀约之下 到达麦索尔 并随即展开一连串 救护生命的行动 1月14日 1月14日 一场由汉帐融合的放生法会 在瑟拉市的护生池边举行 今天有这么多位 能够去革西 在这边加起了 更希望今天放生的功德 回向一切的丧师 革西 更回向一些护持的居士 一时间静烟 普勋 反应四起 约800只重达两公斤多的吐尸 从货车上小心翼翼地运送至池边 由海涛法师 巴登仁波切 及现场深重 居士们喷洒甘露 给予祝福之后 回到池水中 自在悠游 并且由于顾及吐尸的食物来源 现场大众以大饼喂食 看着刚放回水池里的吐尸 生机活跃的油上水面 衔接大饼 生命重获自由的喜悦 令人感同身受 放生是一种非常殊胜的事 特别是尊贵的海涛法师 不分昼夜 世界各地推广吃素 放生 利益众生 今天的放生 诸佛菩萨都在观看 也都满心欢喜 积聚了无量的福德资粮 愿以此善业的力量 让海涛法师 以及世界各地善知识 常驻世间 佛心事业 遍及十方 也愿一切有情的内心 能够生起圆满的慈悲 最后能够得到最究竟的成就 旧牛是我们去年师傅来这边的时候 师傅发誓要旧今年五百头牛 那叫我们工作 就是 那今天就完成这个五百多牛头 牛就是放生在这边 位于南印度 迈缩尔地区 一片占地六十一甲的平坦林地上 散发着祥和的气息 这是特别为保护牛只 而设立的养护园区 2006年6月 由中华护生协会 所募集的款项 以成功的重事集 以及屠宰场中 救出两百零六只牛 安置在园区中 2007年年初 海涛法师南印度参访行程 特别来到迈索尔牛只养护园区 为牛群进行洒净 以及祝福的仪式 一切我尽皆掺慰 一切我尽皆掺慰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归佛归法归身 归佛两者尊 归法离遇尊 归身众众尊 归佛不落地义 归法不落恶鬼 归身不落畜生 归佛尽归法尽归身尽 此次并且再度汇聚了更多的爱心 将三百头牛 此即将被宰杀的恐怖中释放出来 我在这边要代表我们台湾 马来西亚新加坡 包括我们中国内地 很多这一次参加放生 因为他们拿大家赚钱 筹了这些钱 总共之前放了两百零六只 今天要放三百只 五百多只的牛 大家筹了这么多钱 来救这些生命 那么是由我们斯拉切 跟我们卫生部 创造这个机会 还有我们当地的印度的菩萨 也创造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能够累积这个福田 特别殊胜的是 五百只牛的放生 不是光我们华人 是华人 西藏人 印度人 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类 民主共同来做这一件的好事 中国的祖师说 一个人放生 全家平安 如果大家都放生 世界就和平平安 汉传的经典更说 一个人一辈子杀死了一百个人 但是他以惭愧心 救一只生命的功德 就可以把杀一百个人的业障给消除 如果你能够救十三只的众生 就可以消除一万节的绅士的杀业 所以就近来讲 放生就是保护生命 那事实上保护生命 就是保护自己的慈悲心 因为离开了慈悲心 我们就离开了菩提心 所以那又说放生 事实上是放自己的生命 你救这些众生的生命 其实实上就是在救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在看电视 这么多护士这一次放流行动的信徒 我们要从内心非常感谢 我们赦拉学大学 康仁波切 还有印度当地的爱心的老百姓 照顾了我们这五百多只的爸爸妈妈 六亲眷属 那么也愿这些放生的功德 愿我们法王尊者 我们康仁波切 一切格西 喇嘛 身心健康 弘扬佛法 跟愿各位护法居士 一切如愿 欧命同佛 护身放身的行动 不分海内外大力推广 愿善行善念凝聚的力量 能为世界众生 敲响和平的终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